我前陣子就幫我女兒拍了一碎相 工作人員就給她一個蛋糕 但阿B是非常斯文的 她吃的時候也是輕輕地吃一吃 衝浮浮浮的環節 不知為何 害怕 不肯下水 爆哭 Hello 大家好 我是文文山 歡迎收看3B 要考牌 我發現我真的好久沒拍過片 我想真的有一個月 事關之前我病了 我檢查過五合一包 我沒有中到COVID 或者腺病毒 或者流感 但咳了很久 半夜都在咳 其實維持了三個星期 現在其實少少喉嚨痕 但聲音都回來了 所以之前就身體抱養 現在就重新拍過片 還有之前為何出片這麼慢 都是因為病了的原因 那今集我們又說些什麼呢 其實我會說一下 我前陣子就幫我女兒拍了一碎相 當中就包括了全家福 Kick Smash 還有就是泡泡肉 那今天我就分享一下當時的情況 那其實什麼是Kick Smash呢 就是一個美國的傳統 就是慶祝BB的週歲生日 而一歲就是他們第一個生日 所以通常都會隆重其事 都會為他去拍一輯可愛的照片 那小朋友就可以拿蛋糕隨意吃 其實整件事又溫馨又有趣 我都覺得是非常值得紀念的 那什麼時候才是拍攝 Kick Smash的最佳時間呢 我也有看過一些報道 有些說7個半月至9個半月 有些說8個月至10個月 其實大約就是這些範圍的 那為什麼會是這些時間呢 那有些人就有說到 譬如說10個月開始 那BB就沒有以前那樣肥美 因為身形開始拉長 還有他們就會學爬 還有學棋 那另外10個月以上 可能BB就會開始很好奇 就會不理你了 那可能他喜歡爬爬 或者去逛 那所以去捕捉他 也會有些難度的 那也有可能 就是10個月以上的小朋友 可能開始有點脾氣 那相對地 就沒有之前那麼容易笑的 那10個月的小朋友 可能都會比較黏著爸爸媽媽 那如果他要一個人拍攝的話 可能就會變得很黏身 也會有些困難的 那所以最佳的拍攝時間 可能就是7個半月 8個月 至到10個月的時間 那但是我都打了戴頭盔 因為我便預約得太遲了 所以其實我也是11個月拍的 然後我就要說說當時 我是怎樣挑選拍攝 Kick Smash的相片 那其實都是偉大的媽媽 group 因為我自己太忙了 又要上班 又要照顧女 然後有時又帶她上play group 一連串的東西 那剛好有個媽媽就說 我們現在正在組團 如果我們不知道存夠多少個媽媽 去拍攝的話 就會有得便宜 或者有些價錢上的優惠 或者有東西送 他們也有說到 當時的職員 都是非常之樂力去哄小朋友 那我看了一些成品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很不錯 然後我看完價錢之後 我就覺得 嗯...好像性價比都挺高 然後我就立刻問那個媽媽 我想問怎樣加入 去參加這個拍攝 然後她就給了一些連結 然後我就進去了 然後我就已經很順利地 就預約了去拍攝這個BB相片 最終我們真的有超過80個家庭去參加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最低的價錢 然後有最多的優惠 那我講一講當時的流程是怎樣 其實就會分了三部分 首先就會拍攝家庭相片 其實就是給小朋友和家長 可以去warm up 之後就是小朋友 換上一個吃蛋糕的造型 然後就可以隨意地吃蛋糕 之後弄到自己髒了之後 就可以浸一個泡沫浴 就是第三部分 然後拍攝的時間大約是兩個小時 其實這個package就是四人包括BB 但如果還要加額外的人 就需要100元一位 而每個package就包一個免費的蛋糕 但如果你要改期的話 那就不包了 就要你自己自備 其實攝影公司也有事前 給蛋糕的款式我選擇 大約是四款的 我大約兩個星期前就傳給她看 她也有說到蛋糕的成分 有蛋、忌廉、糖和麵粉 BB是可以食用的 大約三個星期 她就會發所有的照片給你去選照片 如果你是假期去拍照的話 就要加多200元 其實你也有些東西要戴 她也會給你一些指示 首先是一個全家福的衣服 她說色調方面 可以是米白色、淺藍色 牛仔、淺啡等等 接著就是要戴一些BB的小零色 去引她拍照的時候開心一點 還有就是BB的小玩具 可能有些是搖搖搖的鈴鈴 可以引導她去看鏡頭 但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一個環子就是要沖泡沐浴 所以就要戴一些包身的毛巾 還有一條游泳的片 游泳的片 我就買了Huggies 因為其實藥房也有得買 還有我覺得這個牌子是最容易買到的 講一下拍攝的過程 其實有一位攝影師哥哥 還有一個助手姐姐 我們也是非常準時上去 因為我本身幫BB 準備那套衣服是長袖的 當時其實都開始熱鬧鬧了 所以我去到才換衣服 去到現場 其實我也覺得她打扮得非常文青 而且她一直都播著歌 我都聽到她除了有播一些很有趣的兒童音樂之外 也有播到愛回家 可能她都覺得 應該BB 經常聽到愛回家這首主題曲 但是我阿B 其實上去的時候 她就睡著了 那姐姐就說 不如不要吵醒她 可能是怕她有點起床氣 但是阿B很快都已經醒了 我就想幫她換衣服 然後就開始拍家庭照 不過阿B一開始其實都很少笑 可能都真的需要熱鬧 但是其實她沒有哭 我自己都很滿意的 還有我們也有帶到鏡子 當她看到鏡子裡的自己 其實她很喜歡笑 現場有全身鏡 然後她就推了全身鏡上來 然後可以讓阿B完全地看到自己的樣子 然後她就會笑 還有我真心覺得 兩位的工作人員 都是非常之努力去哄阿B笑的 即是她是不斷地用不同的方法 唱歌 然後搖啷啷啷 或者是有不同的道具 然後最好笑是她有拿把扇 然後一撥她的時候 阿B就會笑 或者她會有一些動作 例如是那些 或者是突然之一跌下來 阿B就會笑 我覺得也是一個捕捉她拍到漂亮的相片 一個好的方法 接著就去到Kick Smash的環節 我就選了一套粉紅色衣服 本來是打算選白色或者粉紅色 但是背景是白色 所以我就選了粉紅色 我覺得阿B是配粉紅色的 接著就選了一個頭色 就好像阿當夏娃那些頭環 工作人員就給了一個蛋糕 但是阿B是非常斯文 她吃的時候都是輕輕地吃一吃 她也有給到飲館她自己吃 還有給到時間她吃 後來她吃得太斯文的關係 接著姐姐就把星星餅 就黏在蛋糕上面 讓她吃得很長快 後來她也有捕捉到一些 是她真的破壞蛋糕的狀態 挺有趣的 吃到差不多 接著我們就去到一個 就是沖泡泡肉的環節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她平時都喜歡洗澡 但是一看到泡泡肉 就害怕 不肯下水 爆哭 哥哥姐姐就說 可能她不習慣看到泡泡 的確是的 因為我平時跟她洗澡 我那些木路是沒有泡的 所以她看到泡泡 可能就很害怕 之後我們就換水 沒有泡泡 但是她也不肯下去 但是我自己覺得阿B的感受是最重要 她不想影 我也不會迫她 還有我覺得 我自己也未必會貼她 沖泡泡肉的照片 我也是想自己看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貼了阿女 沖泡泡肉的照片 如果她長大了 我怕她會罵我 竟然把我的泡泡肉照 給大家看 所以我就覺得 好了不要緊 其實前面我也覺得她做得很好 後面 就算沒有沖泡泡肉的照片 其實也有拍到幾張 就是她坐在一個盤旁邊 在攪水 看到那些照片 其實她和我們的樣子 都有些不在狀態 但是 anyways 我覺得其實 都已經很感恩 因為其實她是有條件 前面那兩拍都爆哭的 但是她沒有 我已經覺得 其實拍到全家福 或者其實拍到一些 她在吃蛋糕很享受的照片 我也很滿意的 但是呢 都有一些有趣的東西想分享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回到家 都堆著一盤水 都是很害怕 不肯下水洗澡 她要站在那裡洗 然後第二天又沒事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就覺得這件事 令我覺得是非常新奇的 不如我現在就分享一下 拍攝的一些漂亮的照片給大家看 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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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要給大家一些建議 去到拍照之前 其實建議 都要 餵飽和換好片 因為其實如果它不夠飽的話 可能就會發敏症 也都是很難心情好 所以其實這件事都是非常之重要 第二件事是如果她可以安排到她事前可以睡飽一點 都是一個可以令到她心情好一點的方法 拍照也會暢順一點 第三件事是事前都可以給阿B雞蛋吃 因為我記得我當時在阿B四個月的時候 有試過給她吃蛋白 然後她就敏感 整個臉都紅了 之後我就不敢給她吃 其實她越大的話 對蛋的過敏程度就越低 因為蛋糕也有雞蛋 我也很擔心她過敏 所以其實我之前一個月 已經開始要加蛋給她吃 幸好她也沒有過敏 而她吃完蛋糕之後 也是沒有過敏的 所以這件事我也覺得很感恩 第四件事是 如果想拍到沖泡泡肉的相片 其實在家也可以幫她 沖泡泡肉的幫她 因為這件事我當時是沒有幫她做到的 所以我就拍不到沖泡泡的美照 就是這樣我就分享了拍一碎相片的一些過程和感受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 一年裡面阿B好像經歷了很多事情 時間過得很快 回想在一年前我生她的時候是非常驚恐 然後又經常出入醫院 然後慢慢又好像上一個健康的道路 到現在為止她真的經常笑 也是一個喜歡大正能量給身邊的人的小報告 我都很希望她繼續健康下去 有空我們都希望可以拍多些美照 是一個非常好的回憶 就是這樣我就分享了拍一碎相片的過程和感受 不知道能否幫到大家呢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 分享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以後有新影片就第一時間通知你 最記得Follow我的IG Like我的Facebook 我們下集3B要下排再見 拜拜 拜拜